给大家在重点提醒一下 因为我们平常都有在做 只是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圆满一点 欧洲总主持亲自开班授课 从佛光会宗旨入会资格 一路讲到会议守则 吸引超过140位干部 齐聚法华禅寺聆听 对未来如何推展会晤 很有心得 主任法师提到 就是我们要每个月保持 一到两次联系会员 而不是每次联系他 都是要来参加活动 或者是来护持 就是都是义务性的 要柔和一点 应该让他有一个 先了解佛光会的过程 然后我们再慢慢地 让他拥有我们佛光会 让他宴可佛光会 他以后也会经常地 会来参与佛光会 这样才最后成为 我们真正的佛光会员 通过这次的讲习会 我了解了很多 也知道用什么主题 用什么话语去跟别人交流 国际佛光会 巴黎协会干部讲习会 短短一个半小时课程 让干部们收获满满 也更有信心 在红法立生道路上 勇猛精进 趋直向前 明镇是法国巴黎 总和报道 很重要 出了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